这个新娘子梳妆打扮好 婷婷玉丽地站在客厅中 亲戚却们大惊失色 都找借口溜了 书生刚一出来 就见亲戚们都跟脚底抹油似的 非常不解问妻子是不是慢待他们了 女人不做回答脸上浮现院毒的神色 这么一骂 书生肯定要去亲戚家赔罪 谁知二婶不仅不介意 还说大家都不熟很正常多处处就好了 说把招呼仆人拿来件袍子 说是连夜请裁缝帮书生赶制的 袍子被抖开只见内衬上绣着一个钟馗 书生没察觉出一场毫无疑虑地将袍子穿好 向二叔二婶告了词 晚上他正为科剧考试夜读 只见妻子端着茶点踏进书房 他打量了下书生全身 脸色忽然垮了下来 放下茶点转身就走 Jaws时常有限 订阅我不迷路 评论区置顶链接观看完整版